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新足球遊戲教學節目《觸動時代》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我叫Karson 每一集我都會邀請不同的嘉賓上來跟我們玩些足球遊戲 還會邀請他們跟我們分享一下足球的心得 以及技巧的教學 如果喜歡足球的你,就不要錯過了 事不宜遲,立即看看我今天邀請了哪幾位嘉賓 由於一個風呂的女生 是為了一次男生怎麼做的 可以選擇一團 借絕對一團 知道做出雲的問題 然後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式 它的1個的風格 不用超過這樣 請問大家吧 這部門的手作地方 歡迎Tim Sir和輝Sir來到我們的觸動時代 稍後我會跟兩位教練說一些關於控球的遊戲 在這裡我想問問Tim Sir 如果球員在比賽中需要控球時 他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控球技巧中 我們需要留意足球來的路線 然後我們作出一個移動 去找球來的落點 從而決定用甚麼方法控球 例如球偏低時我需要用腳面 中腰時可能是大腿的位置 甚至高球在胸口不同的位置作出一個反應 看來一個球員要控球時 都要考慮多少 一個控球技術好的球員 他究竟可以幫到球隊和教練 去執行甚麼戰術呢 輝Sir 其實控球這個元素是球員必須要具備的 因為你控球控得好 你才可以去做下一個動作 提升入球的機會 很常見任何戰術都一定要配合控球 同一時間如果你反擊的時候 這個是最經常見到的 因為你想入球提升入球的機會 就一定要控球好就做一個反擊 所以控球是每個球員必須要學好的 聽完兩位教練的分享 都知道其實控球技術對一個好球員來說是很重要的 配合球隊發揮的就會更好 事不宜遲立即看看待會的遊戲規則 這次的挑戰將會分成三個回合 去考驗兩位教練的控球能力 第一回合是考驗兩位接應傳送的能力 兩位嘉賓需要接應對手的傳球 並且將球成功控下來 第二回合是考驗嘉賓接應高控球的能力 他們需要將球踢到自身高度的三倍或以上 然後成功將球控下來 第三回合是考驗兩位教練的球感 他們要連續的球四十下 其間的球是不能落地的 前 Wolf的攻擊 第十先再次回合 第二回合是考驗技術 再次回合 第十先開始 第十先開始 往後悔 雲 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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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教練都成功通過了三項考驗 在這個時候當然要訪問一下兩位 Tim Sir 你覺得剛才的控球遊戲有何難度 當然最困難就是在控制控球時機 因為我們要預測足球來的落點 從而我們作出一個反應 但我們也可以透過多些訓練 而提升自己控球技巧 我想問問阿輝Sir 如果一個球員在比賽的時候控球 或者玩剛才的控球遊戲 他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控球有三個步驟 第一就是留意來球的位置 以及預測球的落點 第二就是動作 動作就是你儘量需要放鬆身體 提升自己的靈活度 以及猶豫度 你可以去有引縮的動作 你可以幫你把球的射力 第三就是Tim Sir 剛才所說 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就是時間的配合 因為你時間需要配合得很好 你才可以把球控下來 即是球的來球 準備來到位置落點 以及動作怎樣去配合 所以這個就是時間性 是一個很重要的控球的元素 多謝兩位教練跟我們分享 以及來到我們的觸動時代 大家不要走開 待會還有一個球技小教室 大家不要錯過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 Sir 今天我們主要會講控球 當然講到控球 我們當然不能用整個手部位置去控球 而我們控球會因應足球來的路線 作出一個選擇 例如一些高空球的時間 我們會選擇用上身胸口的位置去控球 而一個中距離 我們會選擇大腿的位置 甚至一個地方我們要用腳去處理 我們會因應足球來的不同位置 而作出一個不同的動作 在我們決定足球來的落點之後 我們會作出移動 而這個移動中 我們會預謀到足球 假設在我們前方 我會迎向前 如果足球在我們的兩側中 我們會選擇左右的拼步 而可以留意我們在拼步中 我們要用腳尖去移動 儘量腳尖離地 因為在這個好處中 方便我們做一個轉向 而做一個好的預備動作 在我們決定足球來的落點之後 我們會選擇哪個位置去控球 例如現在是一個上空球的時間 我們要留意我們的馬步是前後步的 注意我們的身體不要向前傾 因為我們不是把球跟它對行 我們微微身體會向後挖 令到球下來的時間 我們可以配合控球 之後可以迎向前的動作 如果我們預謀到足球來的位置 是中腰球的時間 我們會選擇用大腿的位置去控球 而前方這裡是西牛哥 這裡是我們會撞走球的 我們要注意留意 是用上半腿的位置去控球 如果可以的 是保持一個平衡 令到它好像90度 容易控制足球的落點 如果我們留意到足球邊向低的位置 我們需要用腳的位置去控球 當然我們的預備動作 都是保持腳尖向前 一個準備的動作 方便我作出移動 而留意我們還是不要跟球 做一個對抗的動作 我們可以遞腳出來 然後留意過來的時間 落點 我們做一個引縮的控球的動作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完美的控球 我們怎樣增強自己的控球呢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例如我們可以把足球 放在我們胸口的水平位置 放下足球 我們做一個控球的動作 如果Part1你都成功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做第二個練習 第二個練習就是拋高足球 令到足球彈地 彈起之際 我們做一個控球 第二點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我們多了一個移動 我們需要在裡面去注意 而第一、第二你都成功的話 第三種方法是可以把足球 拋高自己的身體 我們作出一個控球 三種方法你都成功的話 你就來挑戰我吧 我們在下一個插頭的回合 會試一下 吃飯 還有一個吃飯 我們在下一個來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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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